以2014年初成立 主旨解决上班族和学生族吃午饭的难题 每天从不同的餐馆选择两道不超过十刀的菜吃 以短线形式发送到用户手机上 用户只需在11点前回复yes 中午就可以享受到热腾腾的饭菜直接送到手上 点餐流程简单快捷 Pitch现今已与西雅图地区 包括鼎泰峰在内的多家餐馆合作 拥有超过三万注册用户 今天我们节目组来到Pitch的办公室 了解Pitch的创立过程 当时你为什么要创立Pitch呢 基本上从一开始 我就是一个蛮有兴趣去做创业的人 创业的一般分两种 一般是我们一般说有的人是Leader那种类型 一般是领导一个team 这种风格会人像CEO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种类型我们叫Maker 就是它分为一个中文是去做一个东西 然后那么我应该处于Maker这个类型吧 包括我在来Amazon之前 也做了很多其他的Size Project 就是希望做一些人可以用得到的东西 然后让帮人们的生物更美好之类的 然后所以Pitch也就是我们 我在做的很多三个选到一个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觉得就是说西安乐这些 就是很多蛮蛮好吃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菜子给大家 这样子 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它 varies很多 每天每个月有新的问题 新的关系 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做的东西都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开始每个地方都很新的 每个东西都很新的 每个东西都很增加了5%的 或者什么样的 所以这种影响有很大的影响 而是像一个大众大众 你会有0.0001%的影响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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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